请翻到第九页 我们开始进入《大圣奇心论》的本文 《论》曰 有法能起谋后眼性跟事故应说 事故应说就是应该要说 也就是为什么这部论非写不可呢 因为有法能起谋后眼性跟 前面有提到正信 而这里开始讲正信要怎么来 正信要怎么来呢 它是讲有法 有这个法 有法这两个字呢 我们可以拆开来看 也可以合并来看 那意思是不一样的 意思不一样 有法如果是合并来看的话 诸位知道 这个叫做音名学上面的用语 音名学 音名学就是逻辑学 音名学当中有两个名词 一个叫有法 一个叫做法 有两个 法跟有法 有法是什么意思 有法的意思是 能引 能够引出什么东西 这个法就是被引出的东西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音名学上的这两个名词 有法跟法 有法跟法 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讲 有法就是主词 法就是 这个竖词 也就是谓语 我们的族语有谓语 比如讲说 生是无常 生是无常 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 一个音名学的例子 音名学经常用生是无常这个字 那为什么讲生是无常 这个是在说明生是无常的 那表示呢 这个是跟普洛文教不一样 普洛文教认为生是常 为什么生是常 因为生是普洛文神的语言 所有的一切语言文字呢 都是普洛文神所创造 普洛文神是恒常的 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他创造出来的声音 也是真实的 因此普洛文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呢 就是用声音来赞美神 用声音来祷告神 用声音来讨好神 因为这个声音是真理 声音是常 是恒常 所以佛教提出 生是无常 这个就是反普洛文教的 所谓法我论 普洛文教后来就变成了印度教 就变成了奥义书 就变成了非常多哲学 非常多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含义 就是犯我义主 所谓犯就是招务主 我呢就是小我 就是造物主是大我 众生是小我 一如是一体的 我们这个小我 就是犯我所创造 我们跟犯我是一体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烦恼 因为我们离开了造物主 我们如果能够回归造物主 我们就可以解脱烦恼 这个就是用声音来歌唱 来赞美 来歌勇 这个造物主 而这个佛法最重要的就是吴我 有人吴我 有法吴我 法吴我就是一切万法都是吴我 一切万法连法体都是吴我 那这个英明学历 生是无常 这生是无常 主词是生 而无常是述词 又称为谓语 或称为兵语 这个无常 他是在解释生 他在解释生 这个时候生是无常 生是有法 那为什么生是无常呢 因 为什么呢 那就因 因就是说 生是所造性故 声音是所造的 因此声音不是恒常 他自己不能够做主 这个有法就是指这个主词 而我们众生 经常会把文法上的主词当作有体 当作实在 比如说兰花的颜色 我们就会以为兰花是有体的 兰花是实际有的 其实不是 兰花是什么花 或是兰花的颜色 我们众生会把文法上面的体 当作本体论上面的体 我们讲兰花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兰花 兰花的颜色 颜色只不过是在说明兰花的一部分 兰花它也有形状 也有颜色 我们说兰花的粉红色 兰花的白色 或是其他的颜色 我们众生就会认为兰花是实有的 但实际上它只是文法上的体 我们却把它当成本体论的体 这什么意思呢 本体论的体意思就是有本体 有真正的实体 有真正的主人 因而兰花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属于兰花的 其实这个只是有法 有法它只是文法上面的主词而已 并不是本体论上的主词 换言之呢是无我的 佛法讲人无我 法无我 可是我们众生都会把它当成有体 比如说众生就有佛性 众生的佛性 那这样子我们都把众生 当成拥有这个佛性 当成有众生的实体 有这个佛性的实体 这就是违反了佛法最基本的道理 那就是无我论 无我论 我们不要把文法上面的主词呢 当作是本体论上的主词 一名上讲有法就是主词 他的术语就是法 的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主词 它有术词的某一种特性 比如说生是无常 生它有无常的特性 我们不能够把生当作是有体实有 或者是这个术词无常当作是实有 因为生也是缘起 既然是缘起的话 生可能是无常 或者是生住异命的灭 但也有可能它这个生而且住 而且住 尤其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我们这个牛生机一放 念佛机一放 二十四小时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甚至于你如果插电的话 它可以十年二十年一直在那里 放出声音 所以声音是无常吗 这个只是一个假名案例 因为脸无常也是无常 也就是说不可以把声音当作有体 也不可以把无常当作有体 人无我法无我 请大家记住 这个是佛教最难懂 可是却是佛教最重要的 现代的科技有明证明说 声音也可以长 声音它可以长 它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靠这个念佛机一放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十年二十年 它可以继续 这要不然发出声音 当然声音之中也有音波 也有这个音符 我们是不是 英明学上的名词叫做尤法 而这里讲有法 不是英明上的有法 有法这里也是假名案例 说有一个法 这个法到底要怎么理解 法不是指方法 不是指方法 我们一般会认为 法就是方法 或者是法呢 就是所谓法律的法 我们看有很多的英文书 在翻译佛经的时候 都把法翻译成 law 其实这个都错误的 这个有法不是 there is a law 那这样子叫错了 那三法 因的法都把它翻译成law 这样子是不对 是不对 因为这个法 三法 因的法不是定律 那个法不是定律 那个因 因可以讲定律 但是法不是定律 这个法 我们要知道 就是幻文所说的dama 而这个dama是什么呢 任何的事事无物 有为无为 都是叫做法 而这些法哪里来的 最终我们就知道了 都是我们人的妄想 而我们人一有妄想 一有一个念头 就有一个法跑出来 不管这个法是抽象的 或是具体的 是善的 是恶的 只要我们有一个念头 就是法 因此最终来讲 法就是指念头 就是指念头 而这个念头 这些思维 这些思想 思续 已经是心在动了 心动了 也就是心有了分别 有了分别 这个是兰花 这个不是菊花 有了分别 或是说 我看到花 这个也是法 这个也是分别 所以这个法 我们追踪到最后 就是我们的念头 而这个念头 生起念头的是什么 那就是心 所以这里的有法 指的就是心 而大圣启信论 要引起大圣的信根 那指的就是心 就是真如心 而这个真如心 没有离开众生心 这样子就好办了 如果说是真如心 是在遥远的天边 真如心是福才有 而我们没有真如心 那这样子我们很难体会 真如心是什么 而大圣启信论 告诉我们 法就是众生心 而众生心 众生心 我们自己都可以观察得到 当然我们也有身体 我们身体最容易观察 因为身体很具体 我们可以摸得到 可以看得到 你打身体可以发出声音 但是那个心 它是很抽象的东西 它是一个 到底是指心境 还是心的体 我们要想要 契入大圣启信论 并不是很遥远的方法 不是很玄的东西 而是什么呢 自己的心就是了 所以有法 指的就是 有我们的一心 这里讲的一心 大圣启信论 法称之为心 这个心就是众生心 也叫做真如心 有众生心 当然如果是众生心 是生命比较多 但我们这里是讲一心 既然讲一心 就不是众生心 当我们一讲一心的时候 有很多种层次的一心 一心的范文叫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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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 一就是不二 也就是一切都是一如 一切都是平等 叫一家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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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一心 一心 有很多种层次 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 讲说你专注 这个叫一心 你专注在所缘境上 这个时候 就是善心一净性 就是禅之 禅之如果已经修到第四禅 他就是喜念清净 善心一净性 善心一净 也就是心能够不动 这个叫做一心 一心 这个是小圣在修禅定的 如果来到大圣的话 来到大圣的话 就开始讲一心 因为小圣讲一心 是只有讲禅定 前面有讲过 说小圣的心 并不是主体 小圣的心 它是根层 相对产生事 才能够产生心的 因此心不是真实存在 它是一与根层而产生的 而且当中还要五片形 还要处处予受相思 那个时候才有这个心的产生 可是来到大圣以后 他把一切万法都收归于一心 把一切万法都收归于一心 那怎么收归于一心呢 最明显的就是 维世学 维世学 把一切万法收归于阿赖耶士 这个阿赖耶士 也就是万法维世线 就是一切统色于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就变成一心 就变成一心了 因为万法都是阿赖耶士的种子 所持的现形 所显现出来的 这个叫一心 如果是在天台中的话 那就是一念三千 而一念三千天台中很重要的理论 就是性恶说 当然它本来是讲性聚 如果是讲性聚的话 还不能够彰显天台中的特色 天台中的特色是讲性恶说 因为一心 这个原具十法界 一心原具三千法界 一切的诸法都原具于一心中 原具于我们的心当中 所以它有点类似 隐显说 而我们的心具足善法 具足这个恶法 修行者只是让恶法不显现 让心法 善法 清静法显现而已 但这个跟外道的隐显 论隐显说又不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要知道 佛法所讲的一切都是无我 一切都是空 一切都是缘起 因此不能够把它当成是实体的 不能够把它当成是实体 一切只是假名案例 天台中也有讲一心 这个一心 比如说天台大师所讲的 一心三观 一心三地 我们的心就具足了三地 就是真地 假地 以及中地 他就具足这个 天台中的这种理论 跟华安宗 跟大圣起心论的理论不一样 大圣起心论是讲真如缘起 华安宗是讲法界缘起 因此在大圣起心论的真如缘起 或者是华安宗的法界缘起 一切的万法都是我们的一心所缘起 那跟天台中不一样 天台中是说我们的一心就具足了一切的万法 可是真如缘起或是法界缘起 却是讲我们的真如心能够缘起一切万法 当然 维世学是讲阿赖耶士能够缘起一切万法 那这个是不一样 这个是不一样 天台中讲的是十项论 而这个为世所限 这个是染污的缘起 真如缘起跟法界缘起是属于清净的缘起 我们这边讲有法 就是讲一心 这个一心就不是众多心的 就是一心 而这个一心指的是什么 就是众生的心 众生的心到底是一还是多 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好 来了 不一不一 当我们讲不一的时候 是讲我们众生心的生妹们 因为众生的因缘不一样 因此我们心的生生妹妹 生生妹妹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不一 叫不一 如果讲我们众生心的真如门 那个是不义 也就是众生心是义 所以佛法很妙 会讲到离世句绝百非 这个都是原教 或是顿教的观点 超越一切 超越一切的 那个就是原教 也就是不做 也就是不做任何的分别 这个一心 而有法 这里是指一心 而这个一心就是众生心 当我们讲真如心的时候 是讲众生心的不义 当我们讲众生心的时候 是讲真如心的不义 这个缘起即信空 信空即缘起 提相用等等 都是预辱的 这个叫有法 简单讲起来 这是一心 那这个一心到底是一还是多 请记住 你不能讲一也不能讲多 一讲一讲多 就不是中道观了 都不是中道观 就不是缘起观 就不是空观 就不是真如观 我们要记住佛教的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就是超越一切的 你如果落于任何的一个点 就已经有分别了 就已经不是诸法实相了 一切一切 在大圣来讲 是色归一心 而小圣心是色法所生 内色跟外色相对 产生心的 但是在大圣来讲 一切就是我们的心所现 甚至于是我们的心所缘起 或是我们的心所造 那这里讲 有法是指大圣的一心 大圣的众生心 其实就是真如心 当讲真如心的时候 是就他的体而言 当讲众生心的时候 是讲心的生命门 他的相用 相用又不离体 因此生命门包含了体相用 能起 能够生起 而生起 当然也是缘起 这个佛法讲缘起的时候 单因 单缘 是不能够生果的 一定是众因缘 一定是众因缘 才能够起一个法 才能够起一个法 只不过是强调哪一个最重要 把最重要的提出来谈 比如说十二缘起 无名缘醒 行缘事 当中都有五运 我们只是把最重要的层次提出来 并不是说 无名就可以产生行 行就可以产生事 不是的 而是最重要 同样这里讲 有法能起 磨合眼性根 也是一种假名案例 能起一定是缘起 一定是众因缘起 为什么这个一心 能够生起磨合眼的性根呢 当然要重元 要重元 如果光是一心的话 它只是真如闻 它的体 它的体是不生命 不动摇的 一定要有人讲 要有人证明 或是自己去实修 因此才能够缘起 才能够生起磨合眼的性根 磨合眼就是大圣 Mahayana M-A-H-A-Y-A-N-A M-A-H-A-Y-A-N-A 就是交通工具 磨合眼 磨合眼 我们一看到磨合眼 这三个字 我们知道是大圣 如果在《藏传佛教》里面 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故事 那是发生在公元792到794三年间 792到794 在拉萨有一个辩论 辩论者就是磨合眼生 有一个汉人 汉人的出家众 出家人 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文献上面 如果在藏传佛教的文献上面 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只称他为磨合眼神 如果是在汉传佛教 记载不多 我们在敦煌 敦煌博物馆 敦煌的手抄本里面 有一部书叫做 《顿悟大圣正礼绝》 顿悟大圣正礼绝 里面是手抄本 里面有提到磨合眼神 同时也有提到他的名字 我们如果去研究磨合眼神到底是谁呢 原来他是神称大圣正礼绝 神称是第七世纪元集 第七世纪的中叶元集 而这个磨合眼神是神称大师的一个徒弟 叫义伏加义的义 福气的福 叫做义伏禅师 这个磨合眼神是义伏禅师的徒弟 后来磨合眼神也跟神慧学习 神慧就是慧能的徒弟 也就是这个磨合眼神 他有神秀建教的修行法 也有神慧慧能的顿教的修行法 相当有名 后来他就到敦煌 敦煌在唐朝的时候 称为瓜州 那边有哈密瓜 那个西瓜的瓜 瓜州 他就到瓜州去住 这个大约在七百八十一年 八十二年左右 西藏的国王 我们称为藏仆 藏美的藏 普通的仆 称为藏仆 那时候的吐蕃王 藏仆叫做赤松夺战 赤松夺战 这个引寝 这个摩赫眼神 到西藏去 他到西藏 到拉萨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传中国的禅宗 前面讲过他有神秀的禅法 也有慧能的禅法 也就是教这个禅法 教这个禅法 结果他那时候去西藏的时候 已经八十岁了 已经相当老了 已经八十岁 拖着老命进西藏的 进藏地 那这个教中国的禅法 结果吸引很多人 这个藏仆的后宫 有三十多个人 跟着他出家 很多的贵族 也跟着他出家 这样子跟着他出家 他以后 这个 我们知道在藏地 佛教有两个路线传入 一个是从尼泊尔进来的 一个是从中国进来的 文宗公主已经 在唐太宗的时代 到过西藏 同时带来一些 汉文的经典 也带来一些 汉生进去 同时 有始尊公主 从宁泊过来 那个是比较早 来到赤松得战的时候 又经过了 几十年 经过了几十年 汉生 也经常进去 有一些藏人 也懂汉文 因此那些藏生 也懂汉文 藏生 就把中文的佛经 也翻例成藏文 我们在目前的西藏大藏经 里面发现有三十四本目录 大藏经 藏文的大藏经目录 有三十四本都注明是 一字汉文 这是一字中文 可见得在唐太宗之后 来到唐玄宗的时代 汉地跟藏地交流非常密切 有三十四本是一字中文 并非直接从印度过来的 这个摩侯衍生 他到拉萨去 就传中国的藏法 传中国的藏法 就吸引了很多人 因为中国藏法是很吸引人的 那很吸引人 不管是顿教的 或是建教的 建物顿物的 很多人就要过于他 跟着他出家 那引起从印度来的 那些僧人的恐惧不安 恐惧不安了 糟糕了 好像我们的信徒 都被汉生抢去了 都被汉生抢去了 因此印度的僧人 我们知道跟蓮花生大师过去的 比较晚期的 有一个叫做吉户 吉户 吉尽的吉 保护的户 吉户那时候已经很老了 那这个印度僧人感到恐惧不安 他们就尽禅言 也就是在刺中德战的面前 讲了很多坏话 可是某个眼神他又很厉害 因此他度了很多人 那这个印度僧人 就这个吉户就跟这个国王讲 跟刺中德战讲 好 我在印度有一个徒弟 他是学中观的 他是中观秩序派 中观秩序派分成两派 他是随于其行中观秩序派 于其行 那就是跟为师学有关 诸位只要读为师你就知道了 为师的名项很多 为师很注重英明 很注重变经 因此在辩论方面 在这个法理上面 那是高人一等的 这个就向赤松德战 这个吉户向赤松德战说 我的高主在这个印度 你去请他来 那真的就把莲花戒 那一个他的土地叫做莲花戒 就把莲花戒就请到了 这个拉萨 请到拉萨 请到拉萨 赤松德战就在皇宫里面 要这两个人辩论 一个是汉生 汉生叫做莲花眼 那这个藏生是这个莲花戒 两个人去辩论 那这个辩论辩论 如果是依据藏人的资料 莲花眼神输了 这个印度生赢了 因为西藏人很想脱离中国独立 这个是必然的 然后他就说汉生输了 就把莲花眼神赶回去 因此莲花眼神又回到瓜州 就是现在的敦煌 可是我们如果从敦煌文献 《大圣敦悟正理诀》里面的记载 莲花眼神他曾经上书 保留下来有三封信 这三封信保留下来 他写给四中德藏的 里面三封信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是大约在781年 82年到达西藏的 可是辩论的时候是 792到794 所以他那时候应该是已经90岁了 这个莲花眼神就说 我老人已经老了 我已经老了 我也不算言辞 我讲了前面一句话 后面那句话 我就忘记了怎么讲 当然这是谦虚的话 这个谦虚的话 而且我们修禅中的 那我们修禅中的 师兄 这个戏论没有用 他三封信里头保留 耀赤松德赞说 你不要再叫这个莲花戒来跟我挑战 我已经年纪重大了 还要跟你戏论 这边戏论半天没有用 我跟你政务无关 跟你政务无关 他有这样子的讲法 所以根据敦煌文献 这个莲花眼神 他说我年纪到了 我不想辩论 辩论也没有意思 好好修行 他就回到了敦煌 又在敦煌那边说法 从此以后 汉生就离开了西藏 但并不表示 汉人没有进去西藏 还是有 同时也不能说西藏佛教 没有受到汉传佛教影响 还是有 比如说灵马派 灵马派的大圆满法 教授 我们的大圆满法是汉人给我们的 就是中国的禅师传给我们的 我们从灵马派还有嘎举派 嘎举派也是讲心性 讲大手印 它都是跟佛性有关的 这一种那就是这个禅禅法 因为摩绘引生主张 不思不观 讲不思不观 当然就是不禅修 这个已经是南中禅的修行方法了 也就是跟这个大圣起先论都有关的 这个是摩合眼神 但这里所讲的摩合眼性根 自然不是摩合眼神 摩合眼性根是大圣性根 那大圣性根 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性根是什么 那性根有两个字 一个是性 一个是根 就是性根 是性根 会叫Sradha Sradha S-R-A-D-D-H-A S-R-A-D-D-H-A 根呢 Intra I-N-D-R-I-Y-A Indria 这个 性 Sradha 最后一个字是A 那后面 第一个字母叫A加I加起来就变成E 因此性根如果连着血的话 那就是S R A D H E N R I Y A 这个就是性根 就好像观音菩萨 Ava-Lokita 加上I S V A R A 就变成Ava-Lokites V A R A Ava-Lokites V A R A 这是观之在 如果是观音的话 Ava-Lokita As V A R A 我们讲这个性根 那性根这个性 性是什么意思呢 性那就是一种信仰 它能够产生坚定的力量 如果有正性就可以开智慧 可以正内磐 可以得菩提 这个就是性 我们讲五根五粒 其中都有性根 都有性根 如果这个观音菁 信为道源功德母 能长一切诸善法 这个是观音菁 当然你要信 信这个佛性 信信这个自性 而我们再来看这个根 根音菁亚 音菁亚这个字 它本来是指这个 我们的器官 叫做根音菁亚 而器官 它就有能力 它就有潜能 它就能够发挥力量 因此这个根 它就有力量的意思 能够成长的意思 这是用草木之根 来做评语 如果在白法明文论里头 讲到根 有二十二种的根 二十二种的根 这二十二种的根 非常好记 首先讲五根 就是五色根 眼耳鼻舌生 这五色根 它能够生死 眼耳鼻舌生死 还有第六根 第六根 第六根 第六我们讲义根 义根当然不是色法 那我们讲五色根 加上义根 就有六根 再来有五受根 接受的受 接受的受 我们讲说有苦 乐 忧 喜 舌 那就是五受根 有受根 再来讲五肉根 五肉就是没有烦恼 能够让我们没有烦恼的根 叫五五肉根 那就是信 敬 念 定 慧 这样子已经有十六个了 好 再来讲 男根 女根 那就是性别 性别最重要的不同 男根 女根 还有命根 命根就是我们阿赖耶士 里面的业力喜气 假名为命根 我们的命根 寿命会有多长 跟业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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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命根 再来呢 有三种根 跟我们学习的过程 有关 第一个叫做为之当之根 为之当之根 为之当之根 也就是在目前来讲 没有知识 没有智慧 应该要学起智慧 这叫为之当之根 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呢 是指这个见到位 见到位的众生 就是为之当之 你如果已经修道见到位了 慢慢的经过修道位 如果修道位圆满 那就是无学位 无学道 那叫做修 修之根 这个修之根 那这样子的话 这是根学习过程 那根就是有成长 它虽然根就像树根一样 草根一样 都在地底下看不到 但是它有那种潜能 有那种潜能 可以产生作用 这个叫根 因而在《白法明文论》 讲根呢 有二十二种 二种 而这里讲的性根 就是无肉根之一 如果讲摩和言 性根 就是能够生长无肉法 到最后可以成佛 事故应说 因此应该要讲这部论 应该要把有法讲出来 要把这个法讲出来 为什么要把真如心 真如心就是众生心 如果真如心就是众生心 这个已经是讲到门了 如果讲众生心 这个有法 那为什么这个众生心这么重要 心这么重要 因为这个心 能够起摩和言的性根 能够起大圣的无肉智慧 只要有性根 然后来学习这个大圣法 最终就可以成佛 这个叫做众生心 因此第一句话 有法能起摩和言 性根事故应说 那后面所要讲的就是心 而心只有一个 但一个不要把它当成一 是有实体 它只是假名案例 只是在讲体的时候讲一 但是讲相用的时候是生灭 因此呢 由一心入真如门 入生灭门 这二门呢 其实是三大的作用 三大的作用 要体会三大 就能够体会到众生心的体相用 我们众生心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要起信的话 那就信三宝之外 还要信真如心 而有人要起信 要最究竟成佛 一定要修行 大圣当然不得于六波罗蜜 把六波罗蜜呢 这个浓缩成五个 为什么浓缩成五个 那就是禅定波罗蜜跟 波热波罗蜜合而为一 为什么这两个合而为一 因为这两个 就是众生心的二门 修禅定波罗蜜 就是入真如门 指 指于众生心 指于自信 指于真如心 而观 就是有生命门 当我们在起信动念 在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就要起观 起我们所有的分别执着 起信动念 都是心的作用 不离此心 只要 只要回到真如心 那就是所谓的 极灭人 就是安住于生命门 以极灭现前 安住于那种极灭的状态 而极灭的状态 不是死板的 不是死的 它不是static 而是dynamic 如果是static 它又变成有体的 它是dynamic 因此一直在做 因此体相又 都是圆融的 而不可以截然的分割 如此才是佛教的正法 佛教的正法 注意不要落一遍 一定要离世俱 您不离世俱 您不懂得佛法的真正含义 是因此 你说已灭疼 您的意识 您的意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